啊啊 嘩 我不懂得給反應 大家好 歡迎收看Miu Miu說是Karen 今天來到電影道具製作公司 因為我要學習一份新的工作 就是電影道具的成員 這台電梯是假的 一直都覺得香港電影是一個奇蹟 這麼多年來輝煌過衰落過喜喜伏伏 做電影還出名超級辛苦 但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有一班幕後製作團隊 一直留守在製作本土純正的港產片 這種打不死的香港人精神 驅使了我今集試一次 找來人稱道具傳的資深道具師全哥學習 全哥你好 你好 全哥你好 你好 很震撼 因為我都不知道原來 你們本身的辦公室已經是一個 搭好了的醫院景 現在基本上醫院都不會借給我們 我們是故意建一個場景 我們現在大門外面做了一份片廊 他們出來後便可以當作急正室 譬如我們現在是扮演五樓 我們關了一道門 我們掛銅簾在外面打燈 我們便有升降機 但譬如每一套電影 美術應該都有不同要求 可能他會把簾轉一個顏色 你說大筆席一點 可能會轉一個長身色 他們有些美術不喜歡木紋 或者是要扮演私立醫院 或者再公立一些 舊款一些是正式的 我們就設計了可以磁石脫下來 他們這份也可以 收走螺絲封了去 表3M指就可以快速地換另一隻顏色 明白 這兩間大房間 這邊就是現在我們暫定設定它是收走室 儀器我們通常都是二手買回來 現在我們正在轉螺絲 希望把影片放進去 除了醫院景 這個辦公室還有其他場景嗎 我們還有辦公室景 有小房 有會議室 還有那邊還有一個大小房 我們是拿來做一個警察 裡面還有一個審問房 是嗎 先看看 我們有一塊原子鏡 那邊關燈 這邊開光 就看不到裡面 走進來我就有種感覺 好像是否有一套電影在這裏拍過 有的 《使律行者2》的電影 其實香港多不多 這樣設定好場景給大家 都少的 一兩個 一兩個很少 對 只有一兩個 其實現在香港電影面對困難 還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沒有警 我們找警察找得很辛苦 我們本身的地方已經是小 有很多公共設施 或者各樣東西 你又不能拍 封街封路 又不能 又會擾紋 又有很多投訴 那你就越來越縮不窄 做一個機樓室 這是真的鐵造的 是真鐵來的 是啊 因為年代不同了 現在人們要求鐵就鐵木就木 不會像以前那樣 簡單用膠喉通 或者用木板來扮演 質感上是相差很遠的 荃哥 那我想問 電影道具組的組成是怎樣 基本的結構 自景組 例如裝電門 裝窗簾 攝影燈 那樣東西是層次組 將這間醫院的新都督 是做回舊的 可能要90年代 那就由效果組去做 例如一鎚打爛應場 那些就是特別道具組 在現場拍攝的時候 就是有現場到具 拍攝的時候 要針筒 針筒 伸縮針筒 都是現場到具 但你請完的時候 有沒有要求他 懂些什麼 其實不用了 最重要是肯做肯捱 現在都是 其實電影是辛苦的 不是捱不到下去 你很厲害也沒有用 原來你不適合這種工作 就沒有用 我也肯做肯捱 給我試一下 全哥最近忙緊一套 有不少槍戰場景的動作片 所以就叫了我入 清水灣電影製片廠 道具倉庫 跟著主力負責特別道具的 NICOLE幫忙做道具槍 是你們的倉庫 這些是之前做的 又或者可能有時候 就會弄定一些比較常用的款式 這個也是常用的嗎 即是假手 假腳 其實也是常用的 有時候 譬如車禍 即是炒車 那些 其實真的挺討厭的 你看他真的要寫著道具 怕別人 認錯在身上 很多槍 會不會有些電影都會用 一些無雙彈的槍 震槍 可能真的去到鏡頭很近 這樣拍 走來走去 追逐戰 而且他們有時候很帥 一隻手拿起 然後就離開 兩隻手 那些這麼重 其實是不太能保持的 明白了 如果這樣看起來 有哪些是比較難做的 你覺得 糖膠玻璃 因為它對物料的控制 就會比較難做 加上溫度 就未必是 每次都成功 可能你全日做下來 你都未必可能出到一隻 那些槍做出來也有分硬和軟的質地 軟身的話 通常他們很喜歡的是 我沒有了子彈 那我就要拿把槍去撐你的頭 裡面其實是梳風 類似於海綿的東西 第一步會先做骨架 最好光雲一點 太厚的話 因為它軟身就會比較容易龜裂 這個是PU的材料 我們按照比例 然後混合 真的要很準確嗎 不然就會有機會不說 我感覺到開始發熱了 我感覺到 對 那它就會開始越來越稠 那你就要 可能要快十秒 弄了皮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骨架下去 之後我們就會做另一面 你一天可以做到多少把槍 我說了很多把 然後有老闆 發現我做不到那麼多把 怎麼辦 這個問題是一個坑 我選擇不回答你的問題 同時的眼鏡錯了 對 都硬了 當你開始做的時候 想偷懶都偷懶不到 對 那你就可以把它吸收 那我們就會看到 我們那個屁股位 會有一個洞 對 就清潔一下 它 當它開始設定 它就會發脹 那你的洞這麼小 它就會有機會 是倒不下去 這個口比較小 所以 這次很可憐 沒有了 再做過 失敗了 那怎麼辦 可以由第一個再做過 真的嗎 你等一下打開 就會發現 你不由頭開始做 其實你做不到 對 對 它流不下去 其他位置就沒有了 你知不知道 做電影道具的精髓是什麼 就是從失敗中學習 試一次失敗 就要試多一次 試多一次失敗 是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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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好緊張 我擔心它會變硬帶 你鍊鍊鍊 口尖會較易 開始正在塞 緊緊 那算是行不行的呢 不知道 我們搏一下吧 你倒了半杯而已 我慘了 倒的時候我又是不夠快 很緊張 我也成功吧 沒那麼緊張 OK 還是有一把槍 不准你笑 影響取笑我 笑 邊位可以修剪 再做顏色 會完整一把槍 噴完黑 我覺得它有像真的狀態 所以很高興 哈哈哈哈 工作性質的關係 電影道具組一向都比較少女生入行 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課程畢業的Nacole就是少數了 她加入了全哥的班底已經4至5年 主力是特別道具和效果上色 你是組合裡面算年輕 我現在25 你25還要做了4至5年 為何你當初讀了這行 其實當時是覺得做一些現實世界未必有的東西其實是挺有趣的 早兩年其實又在香港搭了一個外國的古蹟的景 例如可能要砌一個樹林出來 但其實它不是一個真的樹林 我會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就像一群人 然後你一起去做一個項目 就好像完了之後 你會看到那個景 你就會有很大的滿足感 電影就是一個不真實讓你發夢的地方 特別道具只是整個電影道具組的其中一環 要全面這樣體驗他們整個工作程序 我就求全哥給我跟他們一次去佈置實景 怎樣用凌晨的時間 將一個室內的吊蝦場改裝成槍戰拍攝場景 全哥就將我交給他的左右手 唱歌 不過正式置景之前 我就去了道具製作工場看看有什麼要準備 唱歌 你好 Hello 今晚以我所知道的命令 就是將吊蝦場安排做一個槍戰的實景 有多少師傅去幫忙 8至10個 把這個命令你們有多少時間去準備 算是今天是第三天 三天 三天裡面準備了什麼 事前準備主要是一些美術部想要的基建 我們叫做長身式臉場 或者是有些日式的吊蝦場 有些小的招式 可能類似那些東西 或者是動作導演想要的器用道具 這些全部都是今晚會搬去吊蝦場的東西 是的 卡板和擺設的東西 那些燈籠是美術買回來的 我們自己再加工做威亞 然後去到現場給位置 我們就在這裡掛 大家都是已經撐了九至九幾天 是的 算短了 我試過搭衣服的景 在景點睡覺 睡醒又開工 那些布就全部浸灰曼陽 我們看到白位會撇黃 真的好像用了很久的感覺 用了 鐵就像去那邊一樣 有一點蒙的效果 我本身是很納納的 是的 本身就像伸促速一樣 是的 除了要懂得木工 有沒有團隊 例如你十個八個裡面要懂甚麼 全部都有 木工 油漆 美工 電工 鐵工 效果的特別道具 但第一次我甚麼都不懂 你覺得哪一開始會比較好 第一次我甚麼都不懂 為了盡量減低拍攝成本 電影道具的同事都很習慣 凌晨做設廠的工作 好像今晚這個釣蝦場一樣 他們的目標就是在凌晨1點 去到第二天的下午1點 正式拍攝前 12個小時之內 就將這個釣蝦場大改裝 但不要忘記 他們是早上9點已經在開工 現在時間是差不多1點 我們就來到釣蝦場 我們剛才已經搬了東西上去 師傅已經在上面 裝著木板上去 他們的速度超級快 電影道具組和美術 可以說是物不可分 有了大劇本之後 美術就會配合導演和劇本 去找合適的場景 夠預算的 當然可以原創一個實景 很多時候的做法其實就是 美術找了一個合適的實景 再請道具領班一起去看長度尺 之後美術就會出圖 導演、攝影、燈光都承認 道具組就可以落手準備和改裝了 物料大家都看到 就是下午的時候 我們在廠裡看到的物料 做實景道具其中一個仔細位 就是怎樣都不要影響到現在 原本的牆的所有東西 所以他們的設計 全部都是一個木 貼著另一個木 在外面轉進去 然後它就是一個 騰空包著屋柱的狀態 長身這些本身原生太白 所以美術就想包回它 而且質感會好些 就是用粗糙的木去做長身 好像這個水泥色 原生這個是太灰白 在我們肉眼望淺灰 打完燈之後它就變白 所以我們都是現在做一個深色 以前是責任大些 受人錢財、替人消災 現在你可以開會 他們會不斷給你問題 或者是做一些特別一點的東西 你就會推動到你 你會越來越喜歡那件事 唱歌就很怕我受傷 我也怕阻礙他們做事 所以我就盡量做一些 撿頭撿尾 搬一下東西 撿一下垃圾 準備一下道具仔 和幫忙設定電視畫面 把USB插入電視上播一些需要播的東西 你今天的支持 快點訂閱我 我這麼努力找工作 終於都打動到唱歌 放膽給我做一件道具 貼頂嗎 貼頂 貼頂 也可以 可以 其實正常是 還有 還有 為什麼呢 這個勾是這樣 對呀 我覺得這個位置 這個勾是這樣 我怕這個藍 不要不要 OK 我又被擺上去 好啊 那你把它弄上去 我做我的事 好啊 全哥告訴我 那群伙伙伴這麼辛苦 一定要餵飽他們 事關精神不夠 至少食物都可以補充能量 原來 夏衣飯盒 對準備30個小時不能睡的團隊來說 真的是很重要 我看到那些同事 上版上得很快 美術出道的時候 就會分 譬如2440 2440 2440 ABC他們會在圖紙上 記錄 它會記錄給我們 我們跟它的施工圖做 做完之後 就撐回來 所以我們是比較會快些 如果 還原要多久 幾個小時 連裝嵌 連還原連拍攝 只有48小時 那個錢就可以 我們要比任何人要快 有些戲是去到60個景 你搞一天夜 原來景是拍三個小時 一天去拍三個警員 是做很多事情 這個我有份證 當然是合格 雖然假不是我做的 當然是合格 開心 開心 是的 25號凌晨又再收隊 是 辛苦同事 也是這樣 做得到這行 呼籲一下大家入行 呼籲一下 我也有登帽子 我長期請人 喜歡就來 你看你的樣子都累了 很累了 那你怎樣 衝刺現在的狀態 用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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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滿足 有沒有說一次變成 每次都是 每次都令你滿足 對 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 不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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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不要入行很辛苦 哈哈哈 真的 真是天光 真可憐 原來已經7時 因為我在上面 完全不見天日 我不知道上面 去到甚麼時間 其實他們還要開工 但始終那部電影 還未出現 所以我們要保持神秘感 所以我們要先撤退 我終於找到一份 比M.M.更加辛苦的工作 其實到現在 做電影 而沒有放棄的 都是傻的 最初 有段時間是想過離開 因為 很骯髒 無事無後 而且真的辛苦 日夜班 有時試過 72個小時 有時試過48個小時 很多時候都是 例如以前做商場 直接要在商場睡 但當你慢慢慢慢 認識到一班朋友 為何他們讀完大學 他們這麼有學識 他們還去做美術 不斷地 捱奸底下 鑽研一件事 為何會去做得更好 當你投入了他們的心態 你喜歡了這件事 那你就覺得是 享受 因為電影是真的 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每一次嘗試 當然是不同的東西 例如我們剛剛 剛好搭了一些銀行警 或者保險金庫 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是真的 連保險箱都是真的 很重的 400KG 要找吊雞吊上二樓 你會很滿足 可能男人也是這樣 都是找一個滿足感 和自重感 當你的行業 給了你 那你就不捨得走 我沒有想過退休 因為我自己覺得 你退休了 哪有多少人陪你玩 我做不到自己在公園 下棋的那種人 我都是喜歡 忙忙碌碌碌的每一天 抱歉 喂 我知道 其實我們正在收拾 謝謝 再來一個 死火了 我真的 其實 我是想真心 多謝我班同事 他們肯陪我瘋 肯陪我這樣喊飯 但我趕到那一刻 我又不記得了說 就在那裡說笑 糟了 好 1 2 1 2 1 2 好難做啊 演員 我也很難做啊 1 1 3 一 2 1 2 4 3 3 3 4 5